好那么教育的议题来看到花莲县110学年度国中小学校长临选的结果出炉了 总共有51位校长在访试评鉴临选等检验过程之后 或派任各校将在8月1号开始施展办学长才实践教育理想 花莲县110学年度国民中小学校长临选结果日前出炉 共51位校长在访试评鉴临选等层层把关检验 最后获得临选委员青睐 将在8月1日起获派任至各校施展办学长才实践教育理想 本次共有虚任校长24位调任校长17位新任校长10位 而为了稳定偏乡师资教育部修正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条例实行细则 放宽偏乡学校校长任期从连任一次改为两次 包含寿峰乡丰里国小岳梅国小玉里镇中城国小 副里乡万宁国小万荣乡名利国小红叶国小 佐西乡卓峰国小 伦山国小及丽山国小等九所偏乡国小校长 都申请连两任 续留原校 为偏乡学子继续服务 而退休校长部分则有华人国小谷淑珍 中正国小杨成荣 筑墙国小孙岳梅 光华国小刘小华 平和国小高丽青 副里国中秋国风 幸福教育处预计在7月30日举办华联县110学年度 先立中小学校长布达典礼 吉隆推校长欢送会 记者长方燕华临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